第七题 小夫在格宿露营使用卡式瓦斯爐煮完玉米汤后 在收拾时发现液态瓦斯罐周围布满了小水珠 下例有关于此现象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这既然叫小水珠 应该就是水蒸气凝结的结果 那么所以A选项液态瓦斯溢出 负责于罐上是不对的 瓦斯罐是密封的 液态瓦斯是不会溢出的 所以就在它溢出来之后 瓦斯里的丁碗在常温常压下是为气态 它也不会凝结附作在一罐上 所以B选项也是错的 当然更不可能是取所谓的化学变化 所以第七题的我们答案要选择的是 株液态瓦斯气化石为吸热反应 使液态瓦斯罐会变冰冷 外界水蒸气预冷凝结成小水珠 所以第七题我们答案选珠 那么我们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